可能因為還有一些GLUB還有一些簽約的場次 然後可能後面還有一些大場賽是被動收藥的話是會去參加 但不過在系統訓練上基本上是應該是因為太去訓練 像之前那樣練習 那接下來做什麼 還是會做一些自己喜歡的 然後就是基層的一些活動 然後可能像這次是生產出柚子 那接下來看能不能產出一些鳳梨拼的這些類似 就是希望這個機會 真的就是自己的興趣而已 不會說是想要去生產柚子這些 就真的純粹是喜歡享受那個氛圍 然後走著走著就變這個樣子 所以反正接下來也是這個樣子 然後要做的事情也是跟自己習慣的時候才會去通過 一起打奧運這個不是自己沒想過的 當然是有這樣的夢想 因為之前有些他的學長跟我一起去打過試競 參加試競這些 但是奧運是真的沒有想過 所以從出發到到在比賽進行的時候 當然有些不是自己想要的結果 不過整個過程我覺得是 遺憾的話 這個道路就確實是開心 好!